大家好,我是跨学科学院的副院长刘培生教授 跨学科学院Academy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简称AIS 是香港科技大学最新成立的一个学院 提供创新的跨学科本科生课程给同学报徒 面对香港和世界在经济、科技、管理、环境保护和人民素质的发展 今天的社会需要的已经不是单一的专业人才 而是需要拥有较广阔视野和跨学科认知的专业人才 跨学科学院正正是以学习无疆界Learning Without Boundaries的概念 去推进创新和跨学科的教育和科研 同学可以选受不同范畴的知识 从而培养多角度去分析问题 同时间可以融合跨学科的知识 去组建一些创新解决问题的方案 跨学科学院现时有五个本科生的课程 包括科技及管理学商学委课程DDP 环境管理及科技课程EVMT 跨学科自选主修课程IIM 综合系统及设计课程ISD 可持续发展及绿色金融课程SGFN 以及延伸主修Major plus X的课程 科技及管理学商学委课程DDP 可以给同学在五年里面取得两个学士学位 包括工学Engineering的学位 或者理学Science的学位 再加上工商管理BBA的学位 在Engineering和Science里面 也有很多主修选项给同学 包括现在比较烈满的 Computer Science Computer Engineering 和生物科技Bio Technology Business方面 烈满的有金融、经济、环球、商业等 六个主修选项 其实加上可以有78个不同的组合 同学你一定选到一个你想读的主修 其实DDP都和很多国际的企业 包括Google、瑞银UBS、拜尔Bayer、摩根大通、JP Morgan 一起合作搞一些corporate project 让同学实际去解决不同企业面对的问题 DDP还有和美国、德国和巴西的大学 合办国际商业计划比赛 不同国家的同学组成队伍 就着一项新兴科技 去构思一个可行的商业计划 DDP的同学就刚刚在2023年 去了德国汉堡参加比赛 可以说DDP就是纳足于香港 面向国际的一个课程 DDP毕业生大多数从事银行、金融、工程 以及顾问等行业 亦都有同学开始初创成立自己的公司 环境管理及科技课程 EVMT 旨在培训对环境有热成的新一代环境管理专裁 在社会不同的界别去推动可持续发展 EVMT涵盖理学、工学、商学、人民社会科学的课程 并且提供环境管理的专业训练 包括能源资源的应用、环境经济、绿色商业策略 以及现在很热门的ESG、环境、社会及管制的专业顾问 EVMT每年都会带同学去其他国家和地区 实地考察当地环保政策和措施 已经去过德国、南韩、日本、新加坡、中国内地交流和学习 EVMT已经有超过一半的毕业生 加入了不同的商界推动可持续发展 也有越来越多的同学从事环境顾问和ESG、环境、社会、管制的顾问工作 跨学科自选主修课程 IIM 给同学一个很大的自由度 去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主修课程 这个在大中华地区其实是第一个自选主修的课程 很多海外著名的学府 例如哈佛、耶鲁、加州理工等等都有类似的课程 是为一些很清楚个人的兴趣和志向 而且具有潜力的同学而设立 希望帮到他们跨越现在有的学术限制 完成个人专属的主修 IIM赋予同学很大的主导权 去配合自己个人的兴趣、志向和职业发展 去设计自己主修的课程 同学除了可以选择在科技大学不同学院的课程 也都可以收读在香港甚至海外院校的一些课程 在这里大家可以见到过去几年 由IIM同学亲自设计的很独特的主修课程 综合系统与设计课程 是香港首个体验式学习的本科生课程 培训技术专才和创新的人才 通过综合系统与设计的科学科培训 和实践学习 给同学掌握设计和系统思维 特定的技术和企业家的精神 用创新方案去应对世界不断变化的问题 课程采用小组和专题研习作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同学由二年级开始 每年都需要完成一个专题研习project 给同学有机会将各种设计技巧 和系统思维的方式融会贯通 同学同事可以学习到工程和商业学科的专门知识 而同学的project 其实都有业界的伙伴 行内的专家和潜在用家一起参与 令同学可以亲身体验 如何去解决一个实际的问题 ISD毕业生出路都很广阔 包括有工程师、研究员 product architect或者designer 都有很多同学选择继续进修 可持续发展及绿色金融课程 是由商学院和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学部合办 培训可持续发展及绿色金融人才 帮助香港发展成为绿色金融中心 跨学科的课程设计 涵盖商业、金融、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范畴 培训同学掌握可持续发展及绿色金融的最新资讯 以及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在ESG的大环境下 无论在香港、大湾区、甚至全球的绿色基建 加上在全球碳风及碳中和的愿景下 对可持续发展及绿色金融的人才有极大的需求 延伸主修MajorPlusX是一个暂身的课程架构 为本科生提供一个额外的学位课程选择 在传统的主修以外加入延伸主修 给同学同时收睹身兴领域的课程 延伸主修非常强调与时并进的需求和实际应用 我们现在提供两个延伸主修 就是人工智能和数码媒体与创意艺术 我们希望同学的主修和延伸主修可以相互相成 给同学应用和实践科学科的技能 来解决它专业领域里面的实际问题 在未来的将来 我们更加会加入更多身兴领域的延伸主修 听完我的介绍 希望大家对跨学科学院AIS的本科生课程 有更多的认识 我们都欢迎你继续浏览我们AIS的网站 和follow我们的social media 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们更加欢迎你随时联络我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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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